读本霍洛为词,创业为奸 这是一个创业者的真实故事 我看到的通篇其实就是两个字,勇气 勇气,是你一无所有时最后一把牌 你能打好吗? 说说我的启发 一,每个老板都必须从实践中求真知 没有哪个培训班会教你如何当CEO 如何去管理一家公司 唯一能教你当CEO的办法就是亲自当一回CEO 启发,没有人能教你怎么当老板 你必须自己当一回老板才明白怎么回事 没有人能教你一年赚到100万 你只有亲自下场去一年赚到100万 才深刻体会那种激动和成就 二,如何安抚神经,多交朋友 与曾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交流会对你大有逼艺 写出想法 写的过程使我的思路渐渐清晰 并最终帮我顺利做出决定 紧盯目标,你紧盯的是目标 而不是那些你想躲避的东西 我没有放弃,杰出的领导者会直面痛苦 无眠的长夜,沉沉的冷汗,难以名状的煎熬 他们都曾经历 启发,为什么明明可以拍照截图 然后识别字体,只要复制略微改动就可以输出 干嘛这么复杂将读书原文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 因为打字的过程就是思考整理思路的过程 我们做事情是要紧盯目标 比如,月底前读完创业维艰这本书,并且输出 虽然今天忙碌了一整天 晚上非常疲惫,逃避是无用的 按照计划每天读下去 大致多少量,一本在后的书都能读完 有深刻的启发 对于我这样的创业者可以很好去实践 真正领悟,意义非凡 三,胆怯和勇敢只有一线之隔 胆怯的人拒绝面对他必须面对的事情 而勇敢的人则用意志赶跑怯懦 然后继续做他应该做的事 我的CEO生涯告诉我 在面临那些至关紧要问题时 老天考验的是我的勇气 而不是我的智商 真正让人畏惧的是 如何在所有人都认为 你的想法一想天开始 你还能做出大胆决断 启发,我身边赚到钱的人 很少有高智商 高智商基本都在上班 其实就是打工 一个月两三万到顶了 这些便富的人 没有一个懦夫和孬种 因为创业就是刺刀剑红的活 你时常遇到险境 甚至生死存亡的关头 你必须前进 拼刺刀 完全没有退路 你说害不害怕 怕 当然怕 只是害怕无所用 必须用意志力 消除胆怯 勇往直前 曾经所有人都告诉我 你要认命 你就是贫苦农村娃 能不种田为生就不错了 还想当富人 我不认命 只认我自己 要翻身改命 成为有钱人 于是 有了今天的一切 胆气和勇气 仅仅一线之隔 绝大多数人败下阵来 因为选择了逃避 而不具备刺刀剑红 勇往直前的很近 四 正确决断需要智慧和勇气 与靠自己的判断力 做出的决定相比 在多数人影响下 做出的决定 能为你带来 更好的社会评价 但在实际操作中 多数人的看法 会影响你的判断 使一个原本一目了然的选择 变得难分高下 这就是为什么 勇气对于CEO而言 至关重要 启发 一个厉害的人 有勇气做出正确的 但被大多数人 不认同的判断 我想起了 维珍航空创始人 理查德·布兰森的故事 他和女友出海旅游 船只半路故障漏水 所有其他人都认为 应该带手求援 只有布兰森 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决定 和女友跳海游泳 寻找附近岛屿 或者路过船只求生 最后 一船人 只有他俩幸存 其余全部丧生 一个人在重要问题上 能选择的机会极少 比如 选择婚姻伴侣 这个人是不是可以 厮守一生 这需要你的判断 选择继续死气沉沉的上班 还是独立自由 又前途未卜的创业 这些都不需要高智商 但需要智慧 尤其是勇气 五 最后一点 像塑造性格一样 培养你的勇气 生活中 每个人都会走到 这样的十字路口 不知道该选择风光无限 却是通往错误终点的平坦大道 还是该选择人迹罕志 却是通往正确目的地的崎岖小路 你每做一个艰难而正确的决定 勇气就会增加一分 相反 你每做一个轻松却错误的决定 怯懦就会多一分 作为CEO 你的公司是勇往直前还是畏首畏尾 完全取决于你的选择 启发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CEO 勇气 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也不会轻松获得的 需要长期刻意训练 如何训练就是 多去做男儿正确的决定 比如 原本今天很累了 想放松看电影 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受打扫的深夜 读书是更有意义的选择 同样是消遣 读书还是看电影 其实 都是勇气的一次培养 一次训练 从来就没有 无缘无故 轻轻松松的成功 如果你见过 那是因为他爸妈 给他铺好了路 你一无所有 那么勇气 就是你翻身最后的一把牌 希望你能打好它